2020年11月9日 辉瑞公司网站发布消息 称其新冠疫苗初步评估有效率90%以上 瞬间引爆全球股市 中国国内的一些工资们更是马上漏泪盈眶 称其为人类希望 而窒息研究辉瑞的文件之后 我们必须指出 现在吹捧辉瑞疫苗 就像当初吹捧瑞德西伟是人民希望一样 只不过是民信而已 一、辉瑞声称的有效率90% 含糊启吱,混淆是听 辉瑞愿4万多人做试验 其中一半注射疫苗,一半注射安慰剂 然后看这些人有多少得了新冠 目前的结果是94人得了新冠肺炎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有效率90% 那么就是打了疫苗的人 发病率是安慰剂主的10%,比如辉瑞可以宣布 打了疫苗的只有8个人得了新冠 安慰剂主86人得了新冠 这样清除明了 但是辉瑞只说 现在研究了94个病例 却不肯说明各主有多少人发病 这里就有猫腻 辉瑞发布了一个145页的说明文件 我们来看看其中最关键的统计方法这一段 基于V1等于60%的 假设考察164个新冠病例 就可以90%的能力得出真实V1大于30%的结论 我们不谈统计方法的细节 你只要知道 V1等于60%意味着疫苗组的发病率 等于安慰剂主的40% V1大于30%意味着疫苗组的发病率 小于安慰剂主的70% 也就是说辉瑞设计疫苗试验方案的时候 就是按照疫苗组发病率 是安慰剂主的40%至70%设计的 要知道FDA设定批准紧急使用 只需50%的疗效标准 而长远的流感疫苗的保护效率 只不过在40%至60%之间 因此辉瑞迫不及待地提出了90%的有效率 又不肯提供最简单的数字 很可能是故意混淆视听 说谓90% 很可能是操纵数据得出来的 而不是疫苗有效率真有90% 还有一个问题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 不同人种不同生活习惯的人 不同的防控体系下 新冠发病率都不一样 辉瑞仅仅依据164个病例就想做出结论 本身就不具备足够的可信度 二、辉瑞疫苗技术路线没有成功先例 现在新冠疫苗有三种技术路线 一是灭活疫苗 这是最传统的技术路线 使用安全易于保存 缺点是接种剂量大 一般要接种两次或以上 国药集团的两款新冠灭活 已经给几十万接种 没有一例严重的不良反应 离近的5.6万人 目前无一例感染 显然国药的疫苗 早已经被证实安全性和有效性 永远领先于辉瑞的疫苗 国内的公知 无视国药疫苗的成功 却迫不及待地 吹嘘辉瑞疫苗为人类希望 这和当时中医药已经被证 是治疗新冠的特效药 公知们却吹嘘瑞德西伟式 人民希望一样 二是腺病毒再提疫苗 是把病毒抗原基因 嫁接在腺病毒上 诱导人体的免疫系统 做出免疫应答 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较好的效果 成为团队 研制的就是腺病毒再提疫苗 2020年3月16日 10月12日 在武汉启动一期和二期临床试验 是全球首个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的新冠疫苗 目前也在进行三期试验 成为团队曾经成功地研发出 埃博拉病毒再提疫苗 证明了这种技术路线的可信性 3.RNA疫苗 DNA中的遗传信息通过转入过程形成RNA 然后其中的mRNA产生多态形成蛋白质 mRNA疫苗就是以病毒抗原对应的结构为基础 在人体细胞内经翻译后能刺激细胞 产生抗原蛋白 引发人体免疫反应的疫苗 这疫苗的最大特点是不稳定可靠性成问题 持疫苗在-70摄氏度才可以保存6个月 在加油肝冰的保温运输箱中可以保存15天 在2-8摄氏度的冷藏条件下只能够保存5天 最关键的是 这疫苗还没有成功的先例 高科技不等于战斗力 辉瑞的疫苗研发孤注一致 亚宝在mRNA上本身就是赌博 我们可以像当初预言瑞德西韦的失败一样 预言辉瑞孤注一致的疫苗 不可能有90%的有效率 反而是成为鸡肋的可能性很大 辉瑞炒作自己的疫苗90%有效 是金融和政治需要辉瑞拯救不了世界 美国也拯救不了世界 只有中国才可能是人类的希望 其实美国有一些怪事 照前我提到过一个现象 明明美国的医疗技术不比中国俄罗斯差 但中俄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的疫苗都出来了 美国疫苗就硬是出不来 于是想来想去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为了美国大选是民主党及其背后的势力 人为阻止了美国疫苗的早早问世 原因很简单 美国新冠疫情 之所以如此汹涌澎湃的原因之一 是民主党为了给特朗普难堪 从而加大了检测的缘故 他们就是要塑造出特朗普是无能总统的形象 假如新冠疫苗早早问世了 美国疫情就会得到控制 疫情控制住了 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经济的快速赡养 试想一想 疫情被控制住 经济快速恢复 那特朗普的连任就是十拿九文的事情了 民主党还怎么玩 拜登还怎么玩 正因为如此 民主党必然要将疫情数字搞大 展现给民众的美国疫情越来越严重 这样才能够大大的杀伤川普而有利于拜登 于是一定要阻止疫苗过招问世 至少不能够在大选结束前出来 如今看来 这种猜测应该是一年了 拜登才刚刚宣布胜选 美国疫苗就在11月9日问世了 美国制药巨头辉瑞公司称 其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合作研发的疫苗 在没有感染新冠病毒的参与者身上 已经证明了超过90%的有效性 该型的疫苗预计在2020年生产5000万剂 2021年将生产是商议剂 对于此消息 川普就在推特上说 如果拜登是总统 接下来四年都不会有疫苗 他哪里知道 拜登早率单选 疫苗早就出来了 拜登一胜选 不仅仅是疫苗立马问世 连低迷的美国股市也大涨 特别是以谷歌 微软等为代表的科技股 涨得更是亮眼 原因很简单 拜登单选意味着让华尔街再次伟大 更有利于他们全球逐利 股市上扬就不足为怪 川普现在其实有种失势后 强倒众人推的感觉 民主党这种对对手打击 只在情理之中 一些身边人如彭斯一类的知己人 也与川普践行践运 川普一败选 欧洲立马对美国发起了数十亿美元的关税账 或许是为了逼特朗普谈判解决问题 或许是在助攻拜登 就包括这次疫苗问世 明明辉瑞公司与川普的超高速行动有过签约 但辉瑞却坚决地否认疫苗与川普有任何关系 接下来的美国 有些东西大致也能够猜测得到 拜登肯定会进行一些抗议表演 以显示自己的抗议决心与能力 由于无需再用疫情来操弄选举 美国疫情应该会慢慢好转 拜登上位 犹豫于美国资本全球主力 美国股市应该不会太糟糕 川普失败了 拜登终于终将会入住白宫 一大波洗地文质即将来洗 这些都不重要 美国政客为了政治利益 美国资本为了自身主力 能够控制疫苗的问世时间 却不顾美国民众的生命健康